对于居家设计,许多人追求的是功能与美观融为一体 找我们的客户群常和我们说喜欢我们的设计方案 那是因为我们懂得倾听,才能做出长时间居住的生活空间 纯白色的简约风格设计,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心情舒畅 空间也显得特别宽阔 我们把这套设计理念运用在了中厅的小客厅 纹路颇为复杂的地毯,再配上洁净整洁的白色电视柜 是再完美不过了 有着隐藏式的烫衣板,大概是每个家庭主妇的梦想了 所以在这里,我偷偷藏着一副烫衣板 解决了女屋主一直烦恼,怎么收纳才美观整齐的问题 主卧房是主人休息的私人空间 所以在装修上,会追求舒适与美观并存的要求 或是我们选用了浅灰软包作为床头背板设计 左右部分加入了浅木设作为点缀 我们安装了一副假墙,在这个位置 把原本的墙面拉长,让床头背板的比例更为精准 这一间主卧房的空间特别大 在规划格局的时候,扣除了床所占据的空间 剩下的空间则设计了一套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背板隔间 站在床边的视野看过去,是一套电视背景墙 而电视背景墙的后方,则是女屋主的专属空间 梳妆台 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其中一个格局 因为当女主人在梳妆打扮时 不会影响到正在手睡的男主人 衣柜是一个家居中的重头戏 他们担当着储存屋主衣物的重任 由于空间受限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套L型推拉门衣柜 在衣柜的外观设计上 是依据房间的整体风格和屋主的个人喜好进行搭配的 原木设计搭配纯净的白色 瞬间让卧房温馨被感加分 在与屋主洽谈这间室柜的格局时 屋主唯一提出的要求是希望有一个潜入室衣柜 所以在规划时,我们把四四方方的空间腾出了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利用夹墙把空间划分出来 结果就形成了三分之二的空间为吃卧休息空间 而剩下的三分之一空间则完成了屋主唯一的要求 宽度为三尺的坎入式衣柜走道 如果颜色运用不当,会让人倍感压迫 所以我们利用了单色系的黑色与灰色作为设计 前灰色可以缓解满墙柜子的压迫感 而黑色则是增添了衣柜的层次感 来到三楼 三楼所属空间包括一间赤卧与中厅 这是位于三楼的中厅 俗话说,每个女人的梦想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衣帽间 所以我们利用了三楼中厅的空间 做了女主人专属的衣帽间 独立式衣帽间 但人少不了中岛这位配角了 中岛台面采用了清透玻璃 第一层抽屉的物品便能一目了然 另外一间的赤卧房门一打开 第一眼看到的是墙面贴上了大面积的砖块墙纸 让人感觉到了空间的艺术气息 从浴室出来便是这间吃卧的衣帽间 同时也是连接着卧房休息的空间 在衣柜的颜色搭配上,我们也选用了金属褐色 搭配着高贵气息的碧绿色床头 从而达到一致的效果 不管任何年龄 梳妆台是每个女人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具之一 所以在转角处 我们配置了一套梳妆台 满足了女屋主的少女心 把设计概念落实到施工 当看到成品时 满足了我们对家的想象 不管是屋主还是我们 都为彼此感到十分的高兴 让我们一心一意满足你喜爱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